2024年剩一个多月就将过去了台湾的证交所公告 明年2025年1月26号周三 是台湾股市黄历金农年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接着要迎接过年 从1月23号到2月2号休市长达11天 史上第二场仅次于去年的12天 这也使得台湾股市明年1月份的交易日只有15天 另外过年除夕的前一天是1月27号周一 行政院调整为放假日 依据规定要在2月8号补上班 不过当天的台股不交易也不交割 那么黄历十年第一个交易日落在了2月3号 合计2025全年的台股交易日是246天